好 现在真的是病毒流窜了 疫情大爆发了 重在区台北市还有新北市防疫警戒 在昨天是提升到三级 才一天我们的台北就快变成了空床 大家其实很自律 但问题是现在报的 可能都是几个礼拜前被感染的 到底最中间还有多少人还在传呢 其实礼拜天原本应该人潮汹涌的东区商店街 我们直席到捷运中校复兴镇 完全几乎你看不到任何的路人 就零星区的百货商圈也没有什么人 好 疫情升温的这么严重 这么厉害 让民众全都窝在家 完全不敢出门 捷运门开启 走入车厢民众寥寥无几 简直不像平常我们印象中的 急满排队上下车的捷运中校复兴站 现在看起来很像那种半夜 最回班车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回高雄上班 所以现在会去 一定要搭大宗交通工具 搭上手扶梯不用担心 难维持社交距离 因为整个捷运站民众屈指可数 不只是捷运站走在东区街头 看不见平时假日人挤人的景象 就连搜狗商圈的中校东路四段 不断人少 连车潮都少 路边摊老板娘只好狂滑手机 七楼有些商家干脆全部关门不做了 大热天应该大排长龙的知名粉源冰店 员工比客人还要多 小吃店生意大受影响 平常大概2万多吧 现在几千块而已 新一商圈百货附近 人潮也都稀稀落落 整条商店街畅通无比 防疫当前民众全都不想出门 让台北街头万象空城 记者陈建安 草家人台北报道 台北现在万象空城了 台中清水服务站 从汽水服务区以往其实每到假日 寄了满满满的人潮跟车潮 这一回这两天人潮也瑞减了 15号来看 其实莱克量原本只有5000多元 跟上个礼拜彼此来相减了7成 业者就说估计在16号也会只有5000元 比去年疫情爆发时还要来得更少 假日期间 电源称没客人的空档清洁货架 一旁的柜位也同样没人 很难想象这里竟然是台中清水服务区 疫情升温人潮明显锐减 应该是疫情的影响吧 所以非常少 我们就停留很快 因为像我现在下来才十分钟而已 十分钟我就要走了 现在看起来应该还好 比之前少很多 民众说短暂待个五分钟 赶紧快闪不敢多停留 过往服务区内几家知名摊位 总是排满人龙 如今却是小猫两三只 不止如此外头停车场 平常假日一味难求 现在却空旷许多形成强烈对比 业者指出15号来客数约5000多人 业绩只有99万 不止如此 去年疫情爆发后 最严重时期 来客量也还有13000多人 相较之下近期人数更少 业者估计16号整天 大约也只有5000人 疫情大爆发 过往总是挤爆的服务区 如今却不见人车 民众乖乖呆在家配合防疫 记者徐玉文 王百英台中采访报导 好来看的还有镜头 但是要顶时期的是 新北永和的乐华夜市 生意真的好惨 加上升级了升级警戒 包含了新北乐华夜市 还有宜兰的罗东夜市 都贴出了公告 17号开始暂停一夜一个礼拜 而在高雄尽管疫情相对轻微 不过在高雄市府已经下令 夜市跟市场也都禁止 这是内用改为全面的外带 也不能够边走边吃 摊商也主动收起了椅子 不过有人居然呢 有顾客干脆买了东西 就站在摊子前 当场把口罩给脱下来 来吃饿起来 也让人相当担心 傍晚5点新北乐华夜市 才刚开始 顾客外带自动填资料 因为疫情大爆发 夜市都要十年制 但明明是礼拜天 乐华夜市街道好冷清 更惨的是周一开始 永平路上摊贩 都要暂停营业 长达一星期 那只那么大的狮子 在那边跑来跑去 你看那不知道怎么办 是蛮惨淡的 应该有七八成 宜兰总确诊来到16例 罗东夜市摊商比客人多 因疫情又升温 加上营兽锐减九成 忍痛做出决定 17号开始修饰一星期 而高雄市宣布准三级警戒后 16号加码要求夜市市场 全面禁止内用改外带 禁止边走边吃食物要遮盖 但看看五庙市场 摊商都收起椅子叠成一落落 结果有顾客干脆直接脱口罩 在鱼翅根的摊位前站着吃 五庙收拾摊只能外带 加上疫情下跑顾客 生意平均少三成 镜头转到年轻人 常逛的新绝江山圈 天气热民众忍不住 边走边喝 摊商抱怨假日生意 比平日还要惨 有摊商苦撑或是怕亏钱 干脆休息 但像转角的卤胃摊 租基每月就要两万五 老板担心疫情再这样烧下去 生计恐怕就要断吹 记者吴国珍 杜云杰高雄台北综合报道 好的确很多人的生计 现在因为疫情恐怕都会受到 非常严重的影响 但更让人担心的就是大家 还在都是在看这个病毒 到底还会怎么样来继续扩散 专家说现在只是刚开始而已 疫情现在持续的升温 对餐饮履宿 婚纱业者冲击也非常非常的大 好 今天已经报200多人了 明天呢 后天呢 大后天呢 尤其这两天是好日子 有婚纱业者就说 从5月到6月8号 从15号到6月8号 原本接的案子 现在全部推掉了 不能做了 好 苦喊要准备吃土了 另外呢 南投也有餐厅 近期接到了大量的退订单 大家都赶快把订单退掉 包含7月的订桌也不要了 通通取消 还有民宿业者也很担心的是 外地游客有风险 请客人 你先不要再来了 主动把钱给退还给你 暂时不营业 5月15号这都是满的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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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开本子满满订桌 通通得取消 让店家好无奈 根本就没有什么订息了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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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生销外带 说好的订桌得临时喊咖 全因为本土疫情爆发 南投这家餐厅 近期接到大量退订单 尤其这两天又是好日子 婚宴全被取消 一路到7月订单也都没了 很多婚宴都是由冬天的时候 挪到夏天的 想不到他们也碰到 婚礼重要的婚社也受到影响 拍摄并剪辑好新人的影片 梁先生说从这个月15号到6月8号 案子全推掉了 损失超过10万块 苦喊准备吃土 基本上去年跟现在的状况就差不多 也是同样的状况 另外有民宿业者配合防疫选择自行停业 员工消毒门把房内桌椅通通不放过 西头这家民宿担心外地游客有风险 请客人先别来了 并主动退款暂时不营运 防疫整个降温之后 我们再开放让大家可以前来这里 至于山林溪过往5月份病房率最高 但短短3天退房率高达6成 餐厅旅宿或婚宴相关产业面临退定潮 业者只能含泪接受 记者曾伟祥 陈广瑞 王百英 南图四方报导 但是现在看到本土疫情爆成这样子的话 很多民众恐怕含泪都无法接受 为什么之前这么多的专家在提醒我们的政府 应该要注意的事情 却眼看一个一个 大家不想看到事情真的发生 我们本土疫情延烧 台南市政府宣布进入了准三级的警戒 17项的娱乐营业场所 从5月15号晚间6点开始 暂停营业到28号 但却被突击 有10家业者还要违规 假官们还在那边争营业 真的很可恶 如果进入到这个正式的三级警戒 恐怕就会被开罚最高30万元 但是还是有人罚不怕吗 宜兰也有KTV业者锁上了大门 贴上了停业公告 但是客人歌声还不断地飘出来 穿出来直接穿帮 台南一家小池部原本铁门声索 但逃不过警方法眼 不甩禁令的业者当场被抓包 业者不断解释求情 希望不要被开罚 但没想到这一家更夸张 假官们真营业 门口贴上红色公告 说配合防疫措施停业 但警方一推开门 大傻眼 业者一句话想装傻带过 但另一头则是有业者为了赚钱 开包厢让客人还唱被逮到了还讨价还价 没有啦 六点 不能讨价还价人说到六点就是六点 台南宣布准三级警戒 17项娱乐业者15号到28号规定暂停营业 但击查了971家还是有10家违规 目前最高可罚1万5 但如果正式进入第三级防疫 可以开罚30万 宜兰的园警怒拍大门越拍越火大 因为KTV业者关起大门 假装配合防疫亭业 结果里面的Lanky高歌不断穿方了 148家 其中有一家是某一规矩器来做营业 假关门真营业偷偷做生意真的不可取 把禁令当空气 心存侥幸下场 当地卫生局硬起来 开罚不手软 接着台南宜兰综合报导 晚航 证件 如果需要预 resolver 可以取消 杨树 稳固 新闻